老黄飞快地砸开厕所门 却惊恐地发现 红颜知己就这么躺在地上 看样子已经是不行了 到底是谁下的毒手 又为什么要杀掉他 恐慌与愤怒瞬间淹没了老黄 难道是因为坚持提拔了朱立叶当警长 从而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吗 当朱立叶赶到了顶层办公室 却看到了正在和司法部老白争论的老黄 紧接着 他看到了老市长的尸体 而老黄愤怒地要求司法部老白 把统仓的重点人员名单交出来 并且列出曾经和他有交集的每一个罪犯 老白诧异之下 老黄接着说 市长是被无色无味的老鼠要毒死的 他肯定是趁着自己和市长不注意 在水瓶里面下了毒 看着老白的疑惑神情 老黄接着说 市长是从我的水瓶里喝的水 一般来说 从旁人的背包里面拿出水瓶 要比拿自己背包里面容易得多 老黄越说越激动 他认为要不是市长的水瓶漏水了 可能现在自己也趴在地上了 他一时间愤怒到不可自已 愤怒地砸起板凳泄粉 司法部大胡子安慰他 天亮之前你就会拿到名单 并告知他对这件事不要声张 可老黄却忽然发现了朱立叶 于是惊诧地问朱立叶来办公室干嘛 你要在宣誓之后才能接任警长 可是司法部的老白却一反常态维护朱立叶 他说现在情况紧急 现在我们需要他的加入 紧接着上来和朱立叶打招呼 他说自己即将接任临时市长 并会马上举行朱立叶的宣誓就职 说着让朱立叶去警局熟悉环境 而朱立叶看着老黄再次掀开盖着市长的盖子 一时间也是感同身受 是不是市长不下去 就不会喝下毒水 紧接着朱立叶路过餐厅 可是在那里 他看到了一个神秘的背影 正在看着外面的世界发呆 没来得及多想的他很快来到警长办公室 女警员向他做着一切介绍 却忽然看到了老黑警长的警徽 他试图要过来 说宣誓之后就是你的了 可是没想到朱立叶直接拒绝了 女警员似乎有些不高兴 紧接着朱立叶询问 这里有没有吃的 没想到女警员居然用有些挖苦的语气回应 朱立叶没有在意 可是当朱立叶询问被锁起来的柜子 对方却直接说 等你宣誓就职就自然可以打开 朱立叶对这明显的抗拒察觉的很明显 于是直接询问为什么对自己这种态度 但是一番言语交流后 他还是没能摆平女警员 显然空降的警长不好当 等于警员一离开 朱立叶立马翻箱倒柜地寻找他想要的东西 可是一番搜寻过后 他在办公室里面什么也没找到 老黑警长留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紧接着 他赶到了老黑警长的起居室 看着里面的陈设 朱立叶又是一番翻箱倒柜 而就在这时 他注意到了通风口 但是打开开关后 感觉到里面的气流 他又放弃了 随即他看到了留下的字条 上面提示他把所有前住户的物品送到回收部 以便于重新分发 紧接着 司法部老白再次来到朱立叶家里 他带来了朱立叶的制服 并说自己是来举行朱立叶的宣誓就职仪式 可是朱立叶接过制服 却突然笑了起来 老白诧异地询问为什么笑 朱立叶却说 你曾经指控说我偷了隔热交代 现在又要主持我的警长宣誓一事 可是老白却反问 那么你偷了吗 朱立叶解释 因为工程不需要 所以我们用了他而已 老白却直接了当地说 你不是我选择的警长人选 但是现在情况紧急 所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说着交代朱立叶 现在开始就职仪式吧 朱立叶正式成为了警长 而他还是在翻箱倒柜 寻找老黑留下的所谓真相 而女警员却告诉他 老黑警长留了一份档案 说完还不忘记强调 不是留给你的 是留给所有可能接任警长的人的 朱立叶拿过档案 打开却发现里面夹杂着一张奇怪的字条 上面赫然写着奇怪的字 把镜子前的花加倍 而此时的对讲机响了起来 朱立叶却随手关闭 女警却冲了进来质问 对讲机响了 为什么不接听 朱立叶说不是有你们吗 女警却说 是老黄出事情了